霍连县政府辩命服务措施 3月25号开始在各乡镇护证事务所 提供乡亲前往领取鲜花 平日上班时间都有在服务 而假日的时间则是服务到4点钟 霍连县家庭在4月2号前可以前来领取 霍连县各乡镇市护证所除了受理前来 掐购乡亲之外 霍连县112年度 其名扫墓辩命服务措施 从3月25号到4月2号 都有鲜花在各乡镇事务所 提供乡亲前来领取 现在向护证事务所主任黄文宏表示 霍连县政府常年提供避免服务措施 可以说是相当的贴心 也获得乡亲的赞许 今年清明扫墓的鲜花领取 在护所的部分 是从一直领取到4月2号 上班期间内 请早上8点到下午5点半 一般假日内 我们也有加班领取 一直到下午4点钟 4月3号跟4月4号 请到辖内的第一公墓跟第二公墓 来领取 但是只服务到早上11点钟为止 在鲜花领取的部分 在这些年来 由于民众的逐渐知想政府的 霍连县政府的这个德阵 胜中追缘的一个作为 所以说领取鲜花非常的踊跃 这个部分 可受民众的一个非常高度的肯定 各乡正式护证书所提供鲜花 让前来洽工需要的乡亲 前来领取之外 华盛政府在4月3号和4月4号两天 会在八卦各乡正式公墓 华林寺永宁市 新人乡纳谷塔 新人乡齐云山公墓纳谷塔 军人钟离池 八卦山市立 瑶池 林宫纳谷塔 万山庙 荣原连园生命园纪念馆等 13个服务据点提供鲜花 空泉水 手套以及毛巾 供民众前来索取 记得喜欢我们新鲜报道